一个程式,第一个执行一下 那大家再run一下,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如果我今天输入一个整数 假如是 比如说输入一个 18好了,Enter 那一定就不是,OK 那如果我今天,因为它能够6跟3 所以输入一个 37,37是吗?Enter 是一个直数,类似像这样子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特别注意了,我大概讲一下 不过你可以写得更精简 如果你要让程式写得更精简 可能要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大概第一个 第一个我先产生一个变数 叫那个reout OK,就是它 这个变数主要的目的是 它能不能被 其他数整出 那等于0的话 其实一般在程式里面 你看到0,指的就是false 1的话是true OK,特别之后 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不过理论上你可以打false 那只是因为我讲过 我程式如果可以少打几个字 那我的习惯就少打 所以你看到我以后写0的话 表示这个是一个false的意思 打0的话可以少打很多字 所以我在打0 意思是说它不会 OK,预设只是false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就请输入一个整数吧 对,那就input进来 不过input的时候是自串 所以转型给这一个prong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让它 去跑跑看 能不能被除了1 所以1要跳过 1一定会整出 跟自己本身的 这中间这几个range 所以就是一个range 所以我们叫什么 for,for I in range 从2开始 到自己本身的前一个 有没有 这个应该range是前一个 OK 那意思是说在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能够整除的话 如果,所以前面写过嘛 if if怎么样呢 if这个prong 它person目前的这个数字 假如能够整除的话 then OK,这个逻辑应该看得懂吧 应该不难 然后呢 做什么呢 那就什么呢 就是变成说把那个resale 我这边是resale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true了 因为它就是什么 它就已经被整除 这个true指的是已经被整除了 那被整除就表示不是直数了 所以 接下来的话 我底下就是什么 再利用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如果这个resale 它是为true的时候 为true那当然就是什么 所以如果为true 后面可以不用写 你可以resale 等于 或者不写 因为它预测就是 就是true true的话呢 就会执行下一段 所以呢 我们就执行下一段 printer不是直数 那当然反思的话呢 就是直数 程式写完了 大概这样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程式 好像可以让它写得更精简 一点 哪个地方呢 你想说 因为之前我本来讲完之后 同学就会马上反映 就啊 老师 这个resale可不可以不要加 因为好像这边的话 你看这边又多 这边又一个逻辑 这边又一个逻辑 其实呢 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那干脆这个不要 下面这些都不要 就直接整除 那就直接输出 如果能够被整 那不是嘛 那剩下来的就是支持 所以是不是可以 少掉几行 一定是可以的 只是说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请各位先想想看 画面先给各位一下 这个 类似题 植树的判断 我试一下 这边 做完 其实OK 可是 这边其实有一个地方 就感觉好像 多了一个变数 其实好像也没比较快 那是不是说 可以干脆这样子 如果它能够被整除 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也不要这个 也不要这个 直接怎么样 它就不是植树 直接把它print到这边 有没有 那print的位置 我先放这边好了 按个tape键 才下一阶 就它被整除了 那剩下来的话 那它就是什么 是植树 不过这边会有个问题 诶 程式它很精简 可是问题来了 这边应该会讲 它跑完了 它不是植树 它又是植树 那到底是不是植树了 对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逻辑是 会是希望程式减短 不是 不是植树 enter 你看 不是植树 不是植树 又是植树 这为什么呢 因为 这边应该理论上讲起来 它应该要先能够 不是植树之后的话 它就不能够再执行下一行 而应该让程式整个跳离 OK 那可是整个跳离的话 在VPA比较简单 VPA里面是 esit sub就可以了 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叙述 有资源的陈述是可以 但是Python没有 那Python没有的话 你可以查一下 这个地方你可以 先在上面import 如果你要强制让它跳离的话 那在有一个module 我刚刚有提过OS这个module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怎么样 如果当它不是植树的话 我就不要执行下面 我就强制到这边 就跳离程式的话 那你可以用OS里面点 它有个底线 underline有个exit ex有吗 exit有吗 出来了吗 exit 然后enter它 但是status就 到底 这个status的意思是说 要不要return一些东西给你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输入0就可以了 好 意思是说 我直接跳离 不用告诉我 不用return什么东西给我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程式都写完了 就是多加这一行 那效果会不会一样 刚刚的问题是 不是植树 不是 是植树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来试试看 这边的话 应该是 随便输入一个54 应该是2吧 enter 不是植树 那是植树会不会是OK的 我再输入一个 13 是植树 有没有发现 光这一行 就多一个画龙点睛的感觉 有没有 不过 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东西 是一定要外部的 你不能直接写 OS DC underline 不行 因为这个东西 它 里面没有预设 已经帮你 input 这个 韩式库 所以这个韩式库 你一定要先 import 才能用 如果你少了 input 也不可以 OK 其实在拍摄里面 蛮多这种案例的 就是说 它已经有帮你装了 但是没有 你一定要透过input 才有办法使用它 另外还有更多的是 它根本还没帮你装 都在网路上 你需要的时候 再去把它下载下来 装到 Python里面 韩式库 然后才可以去run它 所以后面我们慢慢会增加 现在是已经装 我把它input进来 就可以去run它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是 根本还没有把它装进来 我们怎么样去 从那个 那个 Python的Pype网站上面 把它盪下来 OK 这后面会慢慢增加 所以这边请各位 应该可以看懂吧 这样的话呢 很快就可以乱玩 但是其实这边 还有一个地方 其实可以让它更好的 它不是直速之后 其实应该讲起来 就应该跳离了 所以这边应该要打一个什么 break就好了 不过你会发现 你有打break跟没有打break 其实感觉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for已经跑太快了 比如它已经被2整出了 它还会继续跑3 跑到可能跑到 刚刚52嘛 那它会跑到51 才结束这个程式 也就是它后面会多跑3到51 那如果你把它break的话 意思就是说它到2的时候 就不会往下了 这个之间的时间差 因为现在电脑跑太快了 你感觉不出来 可能差万分之一秒 所以有没有写break看不出来 不过理论上应该要加 这个程式其实你不加的话 虽然感觉不出来 不过加一下是相对比较精确 OK 那另外的话如果可以 也许可以想想看 把这个范例有没有 copy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请你到那个 我们的VBA里面 增加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个直处判断 的一个程式 那一样嘛 我们可以到这边 这边的话插入一个 这个程序 名称就是什么呢 直处判断之类 按确定 好那把它改写一下 好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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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